大家好,欢迎收看,冒声说 今天我们来聊聊LPR 所谓LPR是Long Prime Rate的缩写 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用大白话说 这是我国银行贷款利率的参考价 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我们可以把钱看成一种特殊商品 那利率就是钱的价格 银行就是做钱的买卖 吸收存款及买钱 放贷款及卖钱 买钱的价格就是存款利率 这个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卖钱的利率就是贷款利率 这个不是国家统一规定 但也不能让各个银行自己乱定 否则市场就乱了套了 所以需要有个参考价 即LPR 那这个参考价是怎么确定的呢 是由18家代表性的银行 每个月定期报价 然后央行当评委 去掉一个最高价 一个最低价 最后算数平均得到的 这18家银行也不能乱报价的 得在MLF的基础上加点 MLF又是个啥 MLF戏称麻辣粉 说白了央行是银行的银行 MLF是央行给银行贷款的一个参考价格 所以 LPR等于MLF加18个银行加点的算数平均数 那LPR跟我们普通人到底啥关系呢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影响房贷 一个是影响炒股 先说房贷 我国银行的房贷利率 就是在五年期以上 LPR的基础上在加点形成的 这个五年期以上 LPR最新是4.6% 上一期是4.65% 是下降趋势 而银行加点各地不同 目前深圳首套是加30个点 即4.9% 重庆是加60个点 即5.2% 如果你看新闻说 五年以上 LPR下降 或者你的城市银行房贷利率加点下降 意味着月供压力会下降 而你是刚需 就可以考虑入手哦 再说炒股 LPR等于MLF加18个银行加点的算数平均数 其中MLF是央行决定的 背后依然有国家意志 MLF下降 即央行给银行卖钱的价格下降 那么市场上的钱供应量就会增加 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货币放水 金钱永不眠 市场上多出来的钱 总要找一个收益高的好去处 股市就是这么一个好去处 所以如果你听说LPR下降了 那第一反应应该是 利好股市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给我点个赞 留下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